韩国青年成为日本青年楷模 这位韩国青年叫做李秀贤 高丽大学四年级 这是他真实的照片 相当的英俊 他的父亲叫李胜大 母亲叫辛润战 那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日本人的楷模呢 他的故事发生在2001年 你看这是我当年的简报 我刚刚看到的 南韩青年舍身救人震撼日本 为救最久日本男子 惨遭碾毙日韩民众同碑 本报综合东京三十日 外电报导 旅日南韩留学生李秀贤 日前任东 日前在东京舍身救人的一局 近日成为日韩 朝野最热门的话题 一般认为 一般认为今日 令日韩两地民众文之 同碑化解日韩间多年夙愿的 李秀贤一局 其成就令许多外交官忘成莫及 这起南韩青年异地舍身救人的疫情 发生在1月26日 趁休假期间前往日本学习语言的 26岁高丽大学贸易系四年级 学生李秀贤 26日晚间7点15分 在东京新树新大酒保车站后车时 发现喝醉酒的日本男子 版本成晃 跌落铁轨 李秀贤 随即 愤不顾身跳下月台营救 宿媚平生 宿媚平生的 环本 环本 因为环本吧 环本 结果 惨遭及时入战的电车 碾壁 至于环本 与另一名跳下月台 救人的 关根 另外一个叫做关根使狼 关根使狼 则当场被电车撞死 总共死了三个人 李秀贤舍身救人的疫情 经媒体披露后 在日韩两地同样造成极大震撼 大多数日本民众对韩国人愿意舍身营救日本人深感震撼 黄论李秀贤的主妇曾经被迫赴日充当奴工 一名主动出席李秀贤葬礼的日本人说 他觉得很惭愧 李秀贤舍身营救日本人 并非已是在南韩 一名女性在李秀贤电脑网站上留言说 李秀贤的牺牲 让她发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短视 李秀贤是象征和平的英雄 即使是不算处理外交的日本 啊 这也上个杯了啦 你看 这上个杯了 油啊油再来抢镜头啊 油大家啊 后面不念啊 这个啊油啊每次都来捣蛋啊 那我没办法 那这件事情啊 曾经被拍成电影 那日本天皇呢 甚至啊 召见这个李秀贤的父母亲 然后这个日本 东京铁路局啊 这个花了一笔大奖金 给 给他的父母 那他的父母呢 就把奖金拿来 当作奖学金 从 从这个 从2001年呢 到 到 到这个 到这个 2001年到 到 2019年到 到现在已经 有900 900位 亚洲的留学生 获得奖学金 那 日本天皇 啊 上一届的啊 上一届的 上一届的名人天皇 召见 呃 李秀贤的 父母亲 参加商业电影的 演出 这是有史以来 破天荒的第一次哈 日本天皇从来是不会参加商业电影 活动的 但 因为李秀贤的事迹太感人 啊 他就参加了 那 今年呢 2019年呢 日本人又 为了感念 怀念 李秀贤呢 所以又拍了一部 纪录片 叫做 乔 在6月25日 发表 啊 以 这个桥啊 这部电影 这部 纪录片 寄述了 李秀贤父母 这18年来 啊 成立 儿子的奖学金 的心路历程 但是呢 你看这部桥 这部纪录片 片名 啊 6月25日上映 但是在台湾 竟然哦 在1月26日 就 就是那个 李秀贤被撞死的 他 舍身救人的那一天啊 1月26日 在台湾 今年啊 竟然有人 也用同样的名字 巧啊 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巧 我相信你们大概都是 都知道 那本书巧啊 在台湾出版的那本书 是谁写的 啊 虽然都叫做巧 但两本格局 差很多啊 但我只是 無法理解的是 台湾 这个政治人物啊 这个男影的政治人物 为什么要选在李秀贤被撞死的那一天 来出版他的书呢 而且他的他的书的书名 还抢先 抢先纪录片半年来 来 来 来发表 而且名字都一样了 就叫做巧啊 我觉得这样对 是不是有消费李秀贤的嫌疑啊 那 李秀贤的桥 为什么叫做巧 因为他 搭起了日本人 跟韩国人的 这个世仇啊 化解了 因为这个巧啊 因为李秀贤 牺牲自己啊 现在韩国人跟日本人 关系就 获得缓解 友谊开始交流 但是你反观台湾这个政治人物 这个巧 他这个巧是什么 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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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语 WWE 在说巧 巧 巧 这个格局 巧 巧 不是國與國之間,而通常都是政治人物利益之間擺不平 譬如說,綠營想要捷運,要鐵路立體化建設的經費 那男營的名義代表就杯葛 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立法院就為這個法案沒辦法通過吵吵鬧鬧 那這個時候這個人就要出來喬一喬 這樣也叫做喬 當然格局差很多 你看日本人、韓國人他們氣度實在不一樣 韓國人現在,你看韓國人以前日本人那麼欺負韓國人 那這個韓國人到日本留學 竟然可以這樣 就一個日本罪悍而犧牲自己啊 被撞得支禮破碎啊 這無法想像他的氣度怎麼會這麼大 你看像在台灣的外省人 到現在還在罵台灣人是日本走狗啊 到現在還在罵台灣人是黃民走狗啊 你看在台灣的外省人氣度這麼差 到現在還在還把台灣人當作日本人來討厭啊 都罵罵我們台灣人是日本走狗 如果說啦 這個事情發生在高雄火車站 有一位台灣人的罪悍 調到車軌裡面去 那有一位外省人 含兔子好了 含兔子剛好要坐火車 那你們猜猜看 他會像李秀賢那樣跳到鐵軌去救人嗎 含粉啊 那些含粉 會不會去拉那個台灣人 救那個跌落鐵軌的台灣人呢 如果那個跌落鐵軌的人 他在含 用台語去喊 那糟糕了 含兔子啊 這些外省人啊 聽到他用台語喊救命救命 可能會說什麼 喔給他死 給他死 不要拉他不要救他 然後搞不好這個 這個台灣人的手啊 就攀在月台想要 想要那個爬上來 搞不好那統促黨的 白朗的那他們那些人 愛國同心會啦 統促黨的啦 含粉含兔子他們 搞不好還看到他的手要攀在月台 就把他踩下去 說 黃明走狗 日本走狗 就踩踩 不要上來 不要上來 給他死 給他死 然後火車就來了 就死了 我猜啦 會這樣啦 啊不 啊如果說 那個搶先在這個李秀賢死的那一天 出版書叫做喬的那一個人 如果在月台 那他會不會跳下去 就那個跌落鐵軌的台灣人 你們猜會嗎 喔這個喬啊 台灣人的喬好像 只是在 在喬那個 外省外省人跟外省人走狗之間的利益而已啦 恐怕 恐怕不可能說這個喬是要讓 台灣人跟外省人呢 讓外省人呢 對台灣人 友善一點啊 台灣人養外省人養那麼多年 到現在還在罵我們是 日本皇民走狗啊 哎呦走狗 我前面這隻不就是狗嗎 猪猪猪猪猪 喔你看猪猪多可愛 你看 他的額頭 你看他為什麼會這樣 一隻一隻 就被其他狗咬的啦 因為這個 這個啊 衣物啊實在很可憐啊 他 其實是很乖的啦 啊 打架都打輸人啦 啊 因為其他 那隻公狗就很大隻啊 這樣 稍微這樣嗑到 你看毛就沒有了 可憐的 啊 衣物是一隻母狗啊 多可愛的 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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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poll 好 我